Hello大家好,我是殷尚 对,我就是那个连续上了十天早班 然后今天终于休息的殷尚 然后这期视频呢 比我以往投稿的时间要稍微晚了 那么几天 就是因为我终于有时间录视频了 然后要不然白天都是上班 下完早班之后就已经昏厥式水平 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录视频了 这期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便宜好用的国货分享 从我收到包裹 到现在开始拍视频 大概经过了快有两个星期吧 对,本来是想上周路的 然后一直没有时间 然后就陆陆续续有一直在试用 他们家产品我觉得还OK 然后呢,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然后牌子是什么呢 就是利兰 恭喜因绍喜提利兰品牌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利兰他们家的舒缓安肌修护喷物 这款喷物呢 我主要的使用时间点呢 就是洗完脸之后 用洗脸巾把脸擦干之后 在上省复准之前 我会稍微用这个喷物喷一下 因为我不是一个什么成分的啊 然后它这里面的成分呢 就是温泉水 然后海淤泥提取物 然后什么什么糖类 酮分液透体 什么神经心安之类的 因为我之前用的喷物呢 就是这里面只有水那种喷物 那种水的喷物就是喷上去的时候 顶多感觉就有一个降温的效果 然后这个呢 确实会有一定的那个保湿的感觉 然后这个喷物给我感觉就是 没有立刻脸上那个水分就蒸发掉 它还会喷了之后会给你脸有一种那种舒缓的感觉 然后就特别适合在这种 你知道吧 现在北京三十多度是那种跟南方不一样的那种湿热 然后我们北方是燥热 就是由内而外的给你烘干的感觉 然后这个喷物就特别喜欢 比如说我下了早班嘛 然后那会儿太阳是正式热的时候 然后用这个一喷超级清爽 就是立马整个人就凉下来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喷物喷头也特别的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整个喷物特别的细 就是如果你是带妆喷的话 也不会喷花你整个妆面 我刚才喷了这个喷物 我的妆有花吗 就是很均匀的一个喷物 这是我很喜欢它的一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喷物就特别适合在办公室工作的上班党 就是你知道办公室环境是非常非常干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背这么一瓶 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然后就是时不时来补一下水 不要就是到我这个年纪才想起来要补水这回事 然后第二东西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黑醋面膜 这个我现在基本上已经用了四到五次 然后呢在上这个妆之前我也用了一次 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的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像那个火灯一样的那种质地 然后是函枣年的那种颜色 按照它那个宝贝香香里面有说 它里面有白旗穿穷少咬人分 然后雪莲花这种就是一些中药的药材的感觉 然后所以它本身会有那种浓烈的中药味道 就我自己感受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爆晒之后去用这个面膜 大概是我是一周做两到三次吧 会给我感觉就是皮肤会镇定许多 美白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功能的 就是你的皮肤稍微会亮那么一个度的感觉 它的质地就是这个样子 黑黑的一涂 然后呢这样的 然后把它轻轻的涂开 就是这样子 然后颜色是不太那么美好了 但是它确实我觉得它是蛮好用的 而且价格也还OK 算是我能接受的价格 就是比较适合学生党去购买 尤其是你们马上就要开学 然后叫金训了 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防晒这块 美白这块下一定的功夫 要不然你们就会根据我的经验 金训期间不好做防晒的话 就会变成毛猴一样 接下来呢是两个底妆产品 底妆产品一个是他们家的那个水母 修复遮瑕七点CC霜 包装真的是超级少女心的有没有 然后这种粉色壳子加紫色流沙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它真是蛮少女的 很符合那种小女生的审美 虽然我是一个重度瑕疵皮 然后对外宣称的都是不会用漆垫产品的 但是这款漆垫基本上每天都有在使用 然后就已经有点脏了 大家不要介意 他说它主打是遮瑕嘛 找我做测试是最容易能看出它是遮瑕的 但是我要实话是说就是 它这个遮瑕 毕竟它还是一个CC霜 但是它的遮瑕效果并没有那种厚重型的 遮瑕粉底液效果要好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CC霜必定还主打就是一个 能快速上妆 然后能打到一个自然状态的感觉 所以它的遮瑕呢 我给的是十分满分的话 我给它是五分 今天这个妆呢 我也是使用这个CC霜呢 然后用它做了第一层的粉底打底 之后再上的遮瑕 然后再用CC霜往下铺开的 然后所以遮瑕下我来说 就是能够很明显的让大家看出来 然后就我来说这一款CC霜就是 作为一个上遮瑕之前的打底 均匀一下肤色效果还是OK的 但如果这样让我来说 它能遮瑕地那就是太假了 毕竟它的遮瑕力真的是中等吧 不能说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 但是遮瑕力是中等 我觉得学生党或者还有白领 它们更多的是追求一个快速自然的 一个接近于裸妆的那种效果 所以呢这个CC霜呢 它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快速上妆 然后它能修饰的瑕疵 这次就是一些毛孔啊 然后斑啊之类的 能够给你遮掉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 印记比较深的痘印啊 或者是拆记之类的 是不可能遮掉的 而且用量也还好 它用量它的 它的克数是 13克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算是便宜大碗的吧 打完CC妆我们下一个就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粉饼 然后这个粉饼也是 我就是一个很爱试各种各样粉饼的人 我现在目前为止试了粉饼 最起码得有十几块吧 就一直在寻找那个我的真爱 然后这个粉饼也是那个就是莉兰他们家的 然后我选的颜色是亮肤色 然后打开是这么大一块 然后而且包装设计还OK 比较低调 没有那种可能漏漏的感觉 然后这个粉饼就是它的功能性来讲呢 是中规中矩的 眼线毛孔 还有遮瑕是这方面也都是5到6分左右吧 肯定是没有那种主打遮瑕的粉饼的效果要好 但是它这种柔胶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主要也是盛在这个粉饼它比较便宜大碗 然后包装设计还OK 就是我觉得就是 选中党日常上妆啊 就是或者刚工作的小白领来上妆的话 都是非常OK的 就这个粉饼它就是中规中矩 没有特别雷的部分 这点是还是OK的 然后说完粉饼 咱们就要说到彩妆部分了 彩妆这部分呢 我主要就是选了他们家的眼影 先说他们家的单色眼影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不用单色眼影了 但是我不得不夸一下 他们家这个推的这个百松的这个颜色 就是很像那个MAC那块 就是我也有嘛 那块的那个替代色这种颜色 然后直接给大家试一个色 主要是它真的是很大一块 就是你的那个测影刷可以戳进去的那种大 是一个发挥的棕色 我觉得特别适合上测影啊 鼻影还有你的眼皮打底这一块 就是我今天这一块都是用的那个 鼻影啊包括测影啊都是用的那个 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主要是它便宜 那现在做活动就好像是 一块三十 你听了点贵吧 当然第二件是一块 然后第三件好像是零块 什么的一个活动 相当于你买三颗 然后一颗就是十块钱 就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女装不同的颜色 就买了一个小鲜肉紫色 然后这个紫色就是我最近很沉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种看起来比较后宫的颜色 其实也是在手臂里的加上个厕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小颜色 那么可怕 这个紫色是有一点紫色 带粉件的那种感觉 总觉得涂在眼睛上也是蛮好看的 但是不太适合妆眼光这么涂 然后今天这个眼妆 也都是用他们家的这个眼影来画的 具体的画法呢 我到时候也是会插播进来 说完单色眼影 咱们再说说他们家最近 在主推的两个双偏眼影 然后这两个 然后包装看见大家是蛮童趣的 然后这个是01号奶茶色 然后它里面会附赠一个这种 海绵头的眼影刷吧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这个眼影的宽度是有就是算好的 深色的要窄一点 然后那个浅色的要宽一点 尤其是刚刚学化妆 或者正在尝试去化妆的那些 手残囊来说 这个设计是非常合理的 我直接用它这个给的海绵头 给大家做一个刷色 它这边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肉色 然后右边是一个橘色 你这么看可能就会觉得它不搭 但实际上你把它们运开 运染开的时候 就其实是就是现在很流行那种 桃花少女状的感觉 就是那种眼皮上坏的那种粉粉的感觉 然后它旁边还配的是两个金属色 然后两个金属色 这个金属色 然后也挺好看的 是一个浅宗和一个深宗的搭配 哎呀你给我对焦好不好 这是现在能看出它是有一条明界的分间线 但是你稍微把它 运染开 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 就是作为一个化妆经验有10年的老油条 也不能说老油条吧 虽然我自己化妆化的也不咋地 就是这种设计颜色的搭配 就非常适合新手来化妆 就颜色不会太过的踩雷 然后再来说这第二盘这个南瓜色 然后这盘子颜色呢 我看来就是比较适合你度过这个新手阶段再来用了 或者是把它们当做那种单色来用 然后像单色的来说 我今天就有用到里面那个 右边这块金色 然后用它来点亮眼皮中间 也是蛮好看的 发现左边那个 咱们两个稍微越染一下 然后中间那条分界线就不会太过的明显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看的 就是那种夕阳色吧 南瓜色那种见面的感觉 然后再试一下旁边的这个金色跟深紫色 然后运用开 然后它这两盘 我觉得颜色搭配呢 就既适合学生上班 和那种刚刚工作的新人 也是和那种成熟的多数里人的感觉 就是既有金属色也有哑光色 然后既有那种小轻轻的颜色 也有那种成熟的什么紫色啊 或者是红色系 都是蛮适合那个夏天啊 或者是秋冬那种的感觉 都是OK的 这是我今天的眼妆 然后总的来说呢 就是丽兰这个牌子呢 它的第一印象够很好 就是从包装然后到它的价格 然后到它的那个容量 都是属于经济实惠便宜大碗那种感觉 使用这么两周下来呢 给我感觉呢 也是算是物超所值 在我没收到货之前呢 我内心还是有一点小忐忑的 但是真正使用之后呢 觉得它的各个方位做的 还是蛮不错的 是一个值得被大家使用的 这么一个品牌吧 然后今天这期呢 丽兰的品牌国货测评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欢迎你点赞收藏硬币一套笼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